歡迎大家收聽三小時 最後這個環節就是娛樂審死官 問問李麗玉和陳彥恒 剛才的節目中 李麗玉和陳彥恒都說過一件事 死人村長一早就知道了 洞悉天璣 今天這宗娛樂新聞我一個月已經知道了 但我一直都忍了整個月 等到這個人開聲 你就開聲了 我就開聲了 有些事要分一下妝嵌 當然啦 妝未出聲嵌是不應該出聲的 所以你就長刀長有 哪學得你幾十年來長刀長有 又知道什麼有分寸 什麼應該說什麼不應該說 做人都應該要這樣 有時候你不應該說那句都說了 得罪人 稱呼人少 對於他不喜歡那些人他是夠膽講的 還有欺負人的我一定會罵你 我欣賞你這樣 你不是欺善怕惡 我是欺惡怕惡 警惡情間 你看我就知道了 欺惡怕惡 我見你這麼害怕 我就知道了 你見我這麼害怕你就知道了 明知道我是怕別人善良 我從來不怕惡人的 好了 想問一下李麗蕊 陳彥騰 如果假設你現在是18-22 花樣年華 以下的條件是否吸引你們 我經常都說全世界這麼多這些選秀節目 你都想問一下我贏了得到什麼 當然 不是只有一個吉的 只有一個橙的 多謝你來 幹嘛 你來幹嘛 大哥不用時間 我也想知道得到什麼 以下的獎品 或者承諾了這個東西 吸不吸引你參加這個選秀節目 我先說吧 以前你不是有新秀 有什麼唱片合約 有出唱片的幫你 一定是華盛的 一定是華盛的 有經理人合約 問一下 逐樣提 吸不吸引 如果你參加我們這個比賽 我們會送你去韓國 最上級的男團女團 訓練所裡訓練你一個月 那些製作101那些 製作101那些 製作101那些 製作48那些 很多的 送你去 送你去 當然好 即是可以去訓練 培訓 學唱歌跳舞 做戲 對 見識一下也好 當然 是不是一個吸引點 絕對 立刻上機 即是你們包你所有的費用 全部都給了 第二 贏了那個 就有100萬獎金和獎金 是 這個馬上去 100萬獎金和獎品 對 獎金加獎品總值100萬 是 可能獎金只有10萬 90萬是獎品 想想 這個 100萬就不是很吸引 一個 逐樣東西加 好 好 好 如果勝出者可以 明年我們有一部 黃牌大電視劇給你擔當演出 當然做 我有這個青倉 我消費得起 我做 好 訓練完之後 我還可以有個地方給我大展拳腳 你記得當年 TVB也使用過這條橋嗎 記得有兩個藝人一出來就做主角 就是他們參加了電視新星大賽 小仲恆那些 不是 小仲恆那些 彭文堅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 黃以琴 彭文堅我記得 有印象 然後就是做一些清朝的電視劇 剃了頭 簡單一點 因為我都是憑我的記憶 黃以琴一出道 贏了新星大獎 就可以跟梁朝偉拍一部電影叫做大運河 做女主角 大運河有印象 是嗎 你記得這個故事嗎 記得 黃以琴一贏了就有得做女主角 哇 以前你一出來就有得做女主角那麼容易 當然 但是你贏了這個獎就讓女主角來做 就是她講得明白的 新星大獎就是彭文堅贏了 就可以做紅花會的幫主 陳家樂 一夜主角 然後其他那些都是她的配角 做了很多年 在那套戲裏都是做配角 她一贏了比賽就是主角 這個是贏比賽的獎品 其中一個 其他側的配角真是丟心 我做了這麼多年 剛剛一選出來就主角我做你的配角 那你很多時候贏了什麼港姐亞姐 你都立即去大衛做主角 那是公司政策 那時候我們街大歡喜也是這樣 古裝版就是廖碧兒 贏了華瑞小姐冠軍 就把我們街大歡喜 是一樣 時裝版就輪到鍾佳欣 又是贏了冠軍 就把我們街大歡喜 那一樣 那你有沒有無鞋 我穿著鏡頭我當然不要說無鞋 其實是無鞋 老娘拍戲你也不就是變 是呀 你沒有選過這樣的美 沒有這些演藝的訓練 你又跑來要我照顧你 中文都沒說得好 是呀 好啦 怎樣讀這兩個字 我想問一下 贏了這個獎之後 明年2019年 全台最大的電視劇 是你擔演的 很吸引 和韓國演員的演出 嘩 你反應 想怎樣 做完這套戲不能做到遠 是呀 起碼有兩年 有兩年放我兒子夜 選完之後紅一年 我在歷史上都寫著 我一出來就先做主角 是呀 那我就想問一下 剛才這些所有條件 吸不吸引 吸不吸引 吸引 全部都吸引 吸引嗎 有青春有什麼所謂 吸引嗎 沒有青春我也是 你現在叫我給我選 我也是 吸引你快點 拿張報名表格 是呀 第30屆這個 亞洲小姐選舉開始 嘩 有沒有年齡限制 在8月18日截止 還有8天 報名吧 快點去吧 有沒有像當年的花衣 沒有限制 有沒有年齡限制 沒有年齡限制 男人都可以參加 不是吧 玩到這樣 玩到這樣 就真的很絕望 好像Facebook 有五個性別都可以參加 女女男男 不是 因為昨天 亞洲電視的高層 何禮傳先生 出來說了 因為今年 亞洲小姐 是三十週年 所以就大搞 所以三十歲的人 都可以去參加 不是 三十歲以上的人 都可以去參加 只有三十歲以上 他不是說了剛才的獎品 獎品 有100萬獎金獎品 然後就馬上送你去韓國 培訓 第三 要去中國裏面做宣傳 第四 贏了 去參演 2019年 亞洲電視大製作 英雄本息之韓國版的演出 還有一百萬獎金獎品 還有立刻一個藝圓合約 好 正 為什麼不去呢 沒有年齡限制 還有破天荒 今年參選的二十位 一圓了 立刻有演出機會 那二十位都有嗎 不是說選出來那幾位才有 總之入圍就可以了 那二十個都有 參選期間已經有這個演出機會 期間已經有了 是啊 現在參選了 現在先去拍攝 很累啊 我們要訓練又要拍戲 她想給你們多些機會見觀眾 哦 這個做法 是啊 今年三十週年 亞洲小姐 亞洲小姐過往有些人說 亞洲小姐不太看學歷 學歷不太著重 所以很多時候會出現一些 驚為天人的美女 他們就會來到了 我覺得這樣是對的 你選美嘛 是啊 你不是選學歷的嘛 你不是鬥 學歷智慧 學歷小姐 坦白說 你不是鬥你在劍橋畢業 還是牛津畢業 港姐是 港姐是 港道明美貿與智慧並重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坊間上面 覺得自己漂亮 覺得自己讀書又讀得不厲害 她不敢參加 港姐 就去亞洲 因為她覺得那邊 好像看學歷 看什麼學校多些 但是有時候 你問 譬如很多的 你說當年的楊公如 漂亮不漂亮 很漂亮 但楊公如 她進不到港姐那一格 哦 是啊 那就對 所以亞洲是很好的 她撈一些 就是她沒有學歷 但她有美貌 這樣我也不錯 這樣才能公道 我美貌不讓我選美 是因為我讀書讀得不好 讀得少 可能都會讓你入圍 但選名次就不會選到你 那就是 一來 我想讓我選到 但原來我參加 我已經知道我不會有 貴貴貴 我選你 為什麼 還有另一件事 為什麼這麼多人 覺得亞姐好看一點 亞姐第一 沒有用學歷去限制那個女孩 出身來自五湖四海 是啊 大江南北的 大江南北 大江南北 很抱天同慶 真是選美 還有 也有一件事 不知道為什麼 往往 我做過幾年 港姐那些評判 要坐在那裡看她們的面試 全部大胸女去參加亞姐 亞姐 飛機場就參加港姐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有很多大胸女 大江南北 大胸女是比較多的 大江南北回來的 事實上是比較多的 很多的 是啊 很多的 我明白了 通常都是那些 波大舞佬 你為什麼又說了我 那個胸出來 讀不成書 所以讀書沒那麼厲害 是啊 掛著買空圍 看不到 那些書 看不到 那些書 空圍大志 你看看 空圍大志 大志 這個世界很公平 所以你看到過往 去參加亞姐那些 身材很好 樣貌很多都很好 但是成績算不算好 不算 也算坦白不算 那是不是 意味著意思 但是說 硬是覺得亞姐 就好像 嗯 如果比起港姐 氣質那方面 那些人就會覺得 差一點 這個意思呢 但是我告訴你 算這個 大家都是一個港姐 一個亞姐 算嫁有錢人 亞姐的機會率是大 港姐很多 因為有錢人喜歡看大波 我不敢這麼說 我怎麼敢這麼說 是男人都喜歡看大波 十個男人穿八個都喜歡看大波 你問我 我也是這樣說 你喜歡飛機場 還是大空 你自己說 你要那裡這麼聰明 你幹什麼 你留意一下 亞姐有一個很特別 是亞姐才有 港姐比較少 廣東話不正 不是 廣東話不正 它是來自不同地方的廣東話不正 亞姐的廣東話不正是來自大江南北 那些廣東話不正是來自美國和加拿大 那些ABC 首先 看看你自己的路上怎麼走 我經常覺得 你是一個女孩 你參加的事情 你想那條路怎麼走 這樣 如果你想在電影裡面發光發熱 你想在電影裡面打出一片天 你就參加亞姐 是啊 因為無線如果你簽了她的話 是比較麻煩一點的 你找她做事 是不是 拍戲方面 也不是 因為太端莊 也不是太適合電影用 你留意一下 港姐比較少拍戲 好像是 小拍電影 是呀 亞姐一出來 就很多電影公司 後住了 那就是 因為電影公司很喜歡在亞姐選擇 曾經有一個是怎樣 她根本是否下選 也好 贏不贏也好 有一家很大的電影公司 已經簽了她 跟她說 最好你輸 那你可以簽給我 是嗎 如果你輸了 真貴 簽給我旗下 他們說 我們會打造你 成為天王巨星 你可以的 你最好輸 這樣 沒有人知道 當然她到尾都是輸 但以她當年的條件 其實她不應該輸 你覺得她應該是拿貢獻嗎 三甲 未必是貢獻 她無論是外形 我們純粹不要說她的家庭背景 如果你鬥家庭背景 不能鬥 每個人都會說 她單親 大哥 關什麼事 你選你 又不是選我媽媽 又不是選家庭背景 那我當年告訴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輸 但她輸也有另一片天 她的條件 身形美得不得了 她走出來的身形是美得不得了 樣子美得不得了 所有東西 雅姐很容易這樣 樣子美得不得了 所有身材美得不得了 但一開口 廣東話輕微有些不太正 很容易有些 我是來自 我是香港政大 各位我是北河 阿曾思哲 很容易 很容易的 但你說她不開聲 站在這裡美不美 很美 不要說話 誰未選已經被電影公司說明了 贏和不贏我們都會簽你的 陳寶蓮 她真的拍了很多電影 她真的很美 她真的很美 我試過有一次 不知道什麼期間 就去她的家裡 見過她一次 我只會覺得 這個姐姐 真是指櫻天上有的地下帽 真的很美 而且她只不過在家裡 肯定沒有化妝 什麼都沒有搞 很美 就這樣穿短褲T恤 都美得你暈了 身形就是 沒有得談 身形沒有得談 所有事情沒有得談 不化妝都美得你 隨便找個東西 紮著頭都美得不得了 沒錯 但不要開口 一開口就 不可以說話 不可以說話 就倒扣50 一說話就馬上去 等於什麼 等於他們說 阿姐容易找到美女 但你不要計她出身 你知道美女容易的 出身 很小的 這麼美 我又不是這樣 幫那些阿姐 不是幫她說好說話 你這麼美女 你由讀書這麼美 自然有很多人追 是不是 這麼多人追 自然有很多人有 那你哪有心機讀書 成績又怎麼會好呢 是不是 不用讀 不用讀 就是靠你的樣子 靠你的樣子都能找到吃 都能生存 也有很多坊間的 叫做姑爺仔 姑爺佬 猴著這些 女子中學這些 這麼美 我認識到你 我找到吃 慢慢走 慢慢走這條路 可能是一般 沒錯 那些家境又不好 更加容易受到他們的誘 不讀 但突然醒覺 不想走這條路 想走回正規 行不行 那你就可以了 以你這麼美的條件 你選美 選了之後過話 然後就介入鴻門 是的 就把以前前塵過往都抹掉 沒有人再記得起 可以的絕對 所以你問我阿姐和港姐分別是什麼 港姐基本上 那個門檻真的太高 你說很多我認識的美女 為什麼不參加港姐 哎呀我又沒有讀過什麼碩士 又沒有讀過什麼 學士博士什麼事 免得他們都嫌棄我 是的 但是你說沒有讀過書 多不多美女 大把 所以就看你是什麼觀眾層 有些可能就是想看學歷的 有文化的有氣質的 不同的 還有今年 我經常都說過往你可以不參加 凡是那一屆 等於五明媚 雄雄那一屆 你一定要參加 因為 他要大搞那一年 他怎樣都要 將那個聲勢做到最大 而你出來拿了獎 他一定會給你最好的東西 因為他才能引到他下一屆再參加 這屆比較出色 你一復辦那一屆一定要參加 復辦那一屆搞得暗淡淡就死了 還有昨天說過往哪個主持港姐 很多時候都是曾志偉 但是曾志偉現在不主持港姐 好啊 那就好 昨天馬上有記者問何麗傳先生 志偉不如主持亞姐 好提議 你都想到我都想到的啦 是不是 是啊 這樣就挺有看頭的 我也跟志偉說 我十幾年沒有和你合作了 你快點答應做亞洲小姐 今年我們和你合作啦 世紀一役 好像做一個主持 是吧 哇 真的 不過你又不要說 你又怎會想到何麗傳 做了這麼多年港姐的監製 是啊 你必須想到2018年他會做亞洲小姐的監製 是啊 沒錯 這樣你都想不到啦 是啊 這個是完的嘛 是啊 你又怎會想到會沒有機會 曾志偉做亞洲小姐才 是啊 是啊 可能一會兒就是 何麗傳 你知道以前在TVB 這麼多人物關係 是吧 可能他找回以前過往 已經是過了界的 那些港姐來做評判 沒錯 是不是好看 好看 港姐坐在評判席那裏 評選亞洲小姐的誕生 是啊 有監力 是啊 整個場都是無線的人 沒錯 整個場都是無線的人 但是在選亞洲 好看 絲儀也是 絲儀的陣容就是曾志偉梁師傲 陳彥恆李麗爺 哈哈 其實大家都有留意到 其實你看看亞洲電視台前幕後 其實都是TVB的人 TVB的人 現在看無線台前幕後 很多都是亞洲的人 亞洲的人 風水梁流轉 這些叫做 好了 希望剛才聽了這麼多 當然 亞洲電視30年了 今年會大搞 剛才我講了他的獎品 8月18日就截止了 如果覺得自己真的美 也覺得自己一樣都好 是不夠學歷的 大膽走出這一步 大膽走出這一步 支持大家 支持大家 好了 問問大足 支持大家